危险区域群众10.42万余人 目前福建省已经预置各种救援力量6万余人 调集各类抢险救援装备3万多台套 福建省防止为3550个山洪灾害高风险 村配备了应急卫星电话 全部调度运航线停航42条 在福建南部的张州市泉州市推迟中小学 及幼儿园秋季开学时间至9月4号 中暴潮争水会比较高 对沿海低洼地带 沿海旅游景区要实时地采取隐患排查 但是从今天凌晨开始 善委其实已经在全市范围内实行了五停的措施 包括停客 停工 停产 停运 停业 也就是除了在防御台风所必要的外出作业以外 主要就是要让大家在这么强的一个台风过境的过程中 要尽量地进行一个防御的躲避 那我们早上来到这里其实也看到沿街的店铺 基本上已经处于一个关门的状态 那上尾全市276个载舰的工地也已经是停工 全市是转移了近万人 其中危险区域转移了3000多人 过了像冲锋舟等等的抢险的各种的设备 那我们7924艘的各类鱼船 我们下来到这里